從眉頭下方這邊 這個三角形這個範圍 然後呢再往下掛一直線 到鼻頭這邊的時候斜斜的往內刷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你的鼻翼比較窄一點 然後呢你可以順著這個 眉毛靠下面這邊的邊緣線往旁邊稍微刷一下 如果你的眼皮就是這邊很容易浮腫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刷一些陰影 接著呢臉部的修容 我們要先找到你顴骨的位置 你可以用摸的就是這邊 這邊全部稍微凸出來的這一塊 或者是呢一個有點好笑的動作就是你把你的嘴吸起來 然後你會發現這邊有凹進去有沒有 好就是這個地方呢我們要斜斜的往嘴巴這個斜角這個方向刷 然後你在刷這個陰影色的時候呢 記得刷子就是要很輕很輕的稍微碰到臉就好 這樣子這邊已經看到就是有點陰影色 然後這邊是亮的所以就會臉部的立體感就會出來 然後你可以在這一塊這邊刷一點點 接下來呢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吃這邊的角度比較明顯的話 那我們要來刷這個位置 就是你看這邊是下巴線嘛 然後這一塊就是多出來的骨 也不能說多出來就是我這塊骨頭比較明顯 所以呢我們要來修飾這個位置 把它刷上陰影色 然後這邊我就會用最深色去修 但是一樣是就是輕輕的刷上去 然後你要記得就是剛剛我們是刷這個位置嘛 然後現在是刷這個位置 所以中間這邊是沒有的喔 你不能就是刷整片黑就會很奇怪 好那這邊呢我們用大刷子刷開吧 讓它的線條就是不要那麼明顯 那這樣子呢這邊這樣子 輕輕的這樣子修容就差不多了 不要到就是畫太黑的一整片 你看其實這樣子就是你在 嗯一些角度看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邊因為有陰影的關係 就稍微有往內縮的感覺 那這邊的話我這邊還沒有修 你就會覺得這邊的面積很大 然後這個角度很明顯 然後這邊有往內修的話 這邊是不是就是比較順的一個弧度